妈妈 你怎么又烤零分 对不起小雪 我不是故意的 那厨房炸了又是怎么回事 我就是想给小雪做点好吃的 只是不小心炸了过 那我珍藏的芭比娃娃呢 小雪不是说要懂得分享 我送给小辈妈妈了 到底是谁把我和妈妈的身份互惯了 我要赶快去找凯琳阿姨想想办法 凯琳阿姨 我和妈妈的身份 什么时候可以换回来 我正在研制魔法药水 但是需要等一段时间 好吧 妈妈 起床 要下学了 小雪 我想再睡一会儿 好累啊 妈妈 再不起床要迟到了 嗯 迟到了 现在知道做家长的不容易了吧 小雪 我想去游乐园玩 妈妈 作业还没写完呢 老师布置了一百张卷子 赶快回家写作业吧 小雪 我想看会儿电视 学习任务完成了吗 还没有 那你还敢看电视 我及早躺黑上班是为了什么啊 哦 对了 今天给你帮了绘画班 舞蹈班 游泳班 这么多啊 多什么多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 小雪怎么突然变了一副严厉家长的样子 难道小雪知道了是我故意和她互换了身份 妈妈 我的朋友们来了 你不是会弹钢琴吗 给大家表演一下 是啊是啊 听说小雪妈妈才艺可多了 快给我们表演一个 小雪 我害羞 害羞什么呀 快 展示一下你的才艺 好吧 妈妈 你真棒 小雪 对不起 小雪 起床了 小雪这孩子怎么又赖床 做家长太难了 我要和小雪身份互换 让她体验体验 做大人的难处 魔法之力 别 原来是你互换了我们的身份 我一天也不想当大人了 我们赶快去找凯琳阿姨吧 这是我研制好的魔法药水 你们服用后可以变回来 你哪来吧你 我让让滕河王阁边的很烂 你们俩休想复原 魔法之力 黑暗老爹 看我的 是我那天试了魔法呼唤了身份 想让你体验一下当家长的不容易 只是 妈妈没想到 做小孩也有这么多烦恼 对不起小雪 妈妈 你做大人每天都要为我操心 我已经知道做大人的不容易了 小朋友们 我们以后要理解父母 做个懂事的好孩子哟 我们下期再见吧